1898年6月9日 中英两国签署剪托香港戒指专条 在7月1日起 将九龙半岛以北 大鱼山等尼岛 和大鹏湾水域租借给英国 为期99年 1899年4月17日 香港政府在大埔麒江山举行星期礼 正式接收新界租地 位于新界大埔混头角里的旧北区李文府 是英国租借新界之后建的手动民政大楼 我们现在身处是大埔的新界北李文府 这里长年以来都是港英政府 在新界北部的一个很重要的行政中心 当时的李文府 其实他的职能是非常原备的 就好像一个差不多他自己是一个政府一样 他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填土登记 另外一个就是司法 这个大楼也是一样的 有一部分就是Land Office 另外一部分我现在身处的这部分 其实就是个法庭来的 而这个法庭是去到1961年才撤走的 李文府的职责范围很广泛 包括土地注册 买卖登记和处理诉讼等 政府一开始管治新界初期 已经很清楚土地问题对于新界的居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他们也都在港英政府的立场 他们也都需要收这个地租 如果不是他哪里有这个收入 来管治这个地方呢 所以从1899年到1903年之间 其实就是全面地做了这个土地的账量 当然事后会发觉 有时都做得不准确的 但起码都是定立了 就是每一幅的地 他初期大概知道了 哪块地可能是属于哪个 但这个其实是会有争议的 李文府作为新界的行政中心 当时新界分为南若和北若 沙田、大埔、元朗和以北的地区 集合入北若管轄范围 这张是1957年的这栋大楼的平面图 它还显示着我现在身处的这一边 是District Court 即法庭 而旁边这里有个位置是Land Office 即土地登记记处 另外当时的李文府官 最头的District Officer 他的办公室是这个位置 其实是在里面一间房 这张是1909年签署的 一张土地的买卖契约 应该是官府定立的契约 因为英国人来到新界的时候 他都需要立一些法律 来变定他如何处理这里的土地 你们看到 这个是大埔头邨的一个 就是邓氏的将某些土地 卖给亦都是大埔头邨的另外一个邓氏 但是是一个祖堂的一个交易 他也都显示到当时的土地账量 是已经做了 因此他会有一个 第几段 第几弱 第几号 这些Lot Number 指明是哪一块的土地 另外一份文件 大致内容都跟刚才一份差不多 但是他反映了 去到1910年的时候 有一个更新了的新界土地条例 或者就这样叫做新界条例 因为去到这个时候 就知道你要管治新界 不是只是土地问题 因此他是将这个 究竟这个政府管治新界 还有些什么的职权 或者其他的事务 是加以抗充的 旧北区李文虎 在1981年被列为法定股息 这座建筑物 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物 其实是1908年至1923年 分阶段落成和兴建 而建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一个外貌和布局 其实它里面是发展了 一个爱德华时期的 一个美术和工艺运动的 一个建筑特征 包括了砖拱的结构 你可以在这座建筑物 看到大量用红砖所继组的砖拱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 整队屋檐的托架 另外就是 这座建筑物主要是用 红砖和花光岩所继组的 这座建筑物也反映了 殖民地建筑的典型特色 包括我们现在所身处的 又深又阔的游囊 最主要是适应新界的 潮湿和炎热的天气 到了2002年旧北区李文虎 还成为香港童军总会 新界东地域总部 在2002年 香港童军总会 申请了这个地方 用来做我们的 新界东地域总部 有很多房间 很适合我们的 例如是做我们的训练 做我们的所谓一些集会 和开会 市运率都很高 我们平时都开放给市民进来 外围去参观 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 很大型的开放日 而这个开放日 我们是搞很多同军的活动 例如摊位游戏 同军的手工艺 表演、展览 银乐队表演 亦都有很多 很有趣的 同军的历史展览 亦都有很多 不同的游戏节目 是安排给市民来参观的 1899年 英国租借了新界之后 决定以大埔作为 新界行政中心 所以 当时的香港政府 在玄州仔 建新界李文官官底 并在1906年落成 顾名思义 前政务司官底 所谓政务司 是新界政务司 是管治新界最高官员 这个官员名字 也改过几次 新界政务司 之前叫过李文虎官等等 大家都知道 1898年 港英政府 开始管治新界 真正的接收是1899年 之后 建设了其中的官邸 是给最高官员住的 除了最高官员之外 还在这里住的 包括当时的警察 你当他是总长 以及管理田土的官员 因为这两个方面 都是管治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元素 由于当时的元素仔 只是套路港 入面的一个小岛 与内陆 只有一条基堤相连 所以都设有一座码头 这些英国的殖民地官员 他来到新界 他面对的处境 是跟他们最初 头的60年 管治港岛 和九龙 是很不同的 新界的面积 当然是当时市区的 是12倍 最初的时候 当时市区人口 25万 但是新界都是8万 虽然人数少 但是乡村多 还有大大小小的种族 组织能力很强 甚至有武装力量 填土的观念非常强 早在当时 接管新界的时候 任职总 港督的 卜力 就是Blake 已经是传阅一些 他们叫巧语 就是一些通告 用中文写的 给新界居民知道 简单来说 就是你们的田地 我们是尊重你们的权益 第二 就是你们的风俗 如果是好的 我们都会尊重 和让你们一形其咎 圆州仔本身 就是吐露港的一个島嶼 四面环海 其实它的风景也很容易人 但是去到香港政府 政府是决定将大埔 作为一个新界的行政中心的时候 政府就将圆州仔上面的山顶 就铲平了 作为这个 起给驻大埔官员的一个官邸 而与此同时 其实也起了一条堤道 连接陆地那边 去到运头角里 直到去旧大埔警署那里 除了官邸之外 这个花园在往时 都会举办一些公众的活动 所谓原油会 其实是当时政府 邀请了一些 新界各区的乡生 来出席 根据1957年一篇的报导 报导这个原油会的盛况 其实可以多达一千人去参与这个活动 1970年代起 大埔发展成新市镇 做大规模填海工程 令圆州仔和内陆相连 1983年 这座建筑物被列为法定估值 在战后成立了新界民政署 统筹新界各项的民政工作 而我们熟悉的钟日杰爵士 其实就是在1973年和1985年 出任这个新界政务师的期间 就入住这个官邸 其实去到1985年 因为钟日杰升任为报导师 所以他就搬离了这个官邸 而政府也都决定 不再将这个建筑物 作为一个官邸的用途 前政务师官邸 是典型传统英国殖民地式建筑 主流具有一个殖民地建筑的特色 当中包括有深闷的游囊 中式的双筒双亚雅顶 和法式的玻璃的双眼门 屋前也有高高低低 反映不同室内的空间 整个建筑物最有特色的部分 就是在转角位的一座灯塔 而这座灯塔当时 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套路港的船着作出渡航 而塔顶就有一些建筑的特色 例如有些花隔窗 有湖形的湖壁 在四角也有红砖砌的一个壁柱 1986年 前政务师官邸 在交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香港分会 发展成为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本身这个中心 之前设先先下 有15位的部阱师住在这里 最后住的那位 其实浙瑕杰尺本身是一个很热爱环保 亦在花园中种了很多不同的植物 所以她就交给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 希望将这个环保的意识 信息 继续可以传承下去 灌输给下一代 我自己本身经历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打一个道赏的时候 刚好看见一位先生 和他妈妈 一位婆婆来的 他这次来 就特意带他来重游舅地 他说可以将他前人的回忆 慢慢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给下一代 他说先生都说 如果他有小朋友的话 他都会带到小朋友来 告诉他原来婆婆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 其实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其实我继续想好好地去保育这个地方 希望更加多人可以重拾到自己的回忆 一连八集 寻找历史足印之大埔系列 串联了不同的古迹和历史建筑 其中大部分建筑都可以好意去到 希望大家游览的时候 既欣赏建筑之美 亦可以认识大埔区的历史面貌